大家好 我是三喵 你看今儿又持猫上岗 可能有的朋友说 三喵你这猫待不住了 这几天他不是很乖 所以我已经花了巨款 给他买了新的猫耙架 可能过几天就到 那咱们今儿还是聊这个俄乌的新闻 这不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爆琵琶在阅兵的T14阿玛塔坦克 终于要上战场了 这不是有人说这俄国的坦克 怎么越打越到处 之前不是T90吗 T80 现在怎么打上T72都不够 又T62又出来 什么时候出T55 T54 什么时候出T34呢 这不T14都出来了 不过这个T14 它是俄国最新的 非常先进的 只在红场阅兵时候出现过的坦克 那么这个坦克到底厉害不厉害呢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我看到的很多简体中文圈里面 如果它不跟中国的坦克比 它就是天下无敌 宇宙第一No.1 而如果它一旦跟中国的99型坦克比的话 它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挫子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到底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薛丽厄式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据说俄罗斯终于要使出撒手锏了 把这个T14坦克呢 用在了应该是卢干斯克方向 那么投入了多少呢 最多不会超过20辆 有人说三秒 你怎么这么能肯定呢 因为这种坦克俄罗斯国内就只有20辆 它可能这次在卢干斯克投入的只有个位数 那么T14坦克被俄罗斯宣称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 号称能够一辆坦克首次美国一个装甲师 它到底厉害不厉害呢 其实怎么聊聊这个问题 就一般来讲我们撇除信息获知和体系化作战 这个东西之外 我们说传统的坦克 尤其是二战的坦克 你看我自己 我自己其实挺喜欢的二战的坦克 你看就这些 一般我们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讲 火力防御和机动 那么阿玛塔它的火力呢 是一本125毫米滑膛炮 它比起之前苏联的T 什么苏联 苏俄吧 T90T72 这个125毫米滑膛炮 是一个进化版本 但是它的口径摆在哪 125毫米 然后它的这个火炮背径也摆在哪 它的这个炮弹 你要说有什么特别的这种穿身效果 你要说它这个炮弹能够穿这么厚的混凝土什么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火力跟其他的坦克来比 是平喜平坐 我看到的一些检视防御周刊 或者说一些别的说 这门滑膛炮的火力初步达到了90年代初 德国蓝银金属公司那个120毫米炮 也就是爆二的那门炮的水平 对吧 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夸张 但仔细一想好像也不完全是夸张 总之火力吧 我们认为跟其他坦克是打个平手 打个平手吧 在战场上并不特别具有优势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动 好像 阿玛塔坦克 它的这个机动呢 它的发动机并没有什么革新性的这个转变 唯一就是它用了所谓的什么燃气轮机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不能让这个坦克获得200公里的时速 也不能让这个坦克去玩这个飘移等等 所以现在的一般的坦克来讲 只要你不是特别特别归宿的来讲 你的那个机动 好吧 也是打一个平手 但是阿玛塔厉害的据说在它的防御这一项是大大的加分 怎么说呢 阿玛塔是无人炮塔 无人炮塔 我们知道过去的坦克啊 过去的坦克 它这炮塔上可都是有人的 您看我这个 我这个黑豹坦克 这炮塔不是有一人吗 对不对 这炮塔里面啊 它是车长 当然这个是二战时候的德国坦克 但是现在的坦克炮塔里面也是有人的 车长炮手都在都得在炮塔里面 那俄国坦克这样给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一旦这个炮塔坐圈 底下的弹药给发生训爆 这种炮塔就飞下来 飞下来好高好高好高 这不是凤凰卫视的那个记者卢某某亲眼见证过这一幕吗 这叫什么 这叫苏俄载人航天 对吧 这一幕发生的多了 会对士气引起极大的这个损害 那这种情况下呢 阿玛塔革新性的采取了无人炮塔 好 咱们这个车长 射手跟这个驾驶员 全都集中在坦克的前半部分 炮塔里面是没有人的 那炮塔里面没有人怎么办 没关系 自动装弹机 这样子实现自动的这种无人化射击 除此之外 他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主动防御系统 比如说阿富汗10 他这个东西可以说是 对于什么标枪 对于各种反坦克导弹 对于炮弹 甚至对于平游穿甲的 当然这是俄国人自己说的 都有阻截杀伤能力 而且俄国人自己说 这个阻截杀伤能力 大概是接近百分之百 这是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我们姑且认为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的厉害 除了无人炮塔之外 还有主动防御 这个东西的确是革命性的 但是我们仔细想 感觉不太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无人炮塔 造成的这种防护力的提高 你是相比于谁的 不就是相比于T72T90 这种苏俄老式坦克吗 也就是你的坦克 重弹之后 炮塔可以不飞了 那么你终于可以不飞炮塔了 这就相当于 哎呦 你过去考不及格 你现在终于考及格了 这个样子 你说它的防御力 的确是提高了 但是好吧 我们假设它是很好的吧 那么它的主动防御系统呢 俄罗斯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 在乌克兰表现什么样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算啊 俄罗斯说的是好的 OK 所以阿拉团坦克是一个火力和机动 和其他的坦克差不太多 机动可能略好一点 而防御大大提高的 这样的一个坦克啊 看起来是革命性的 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啊 对 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就 就特别的喜感啊 就是如果在2022年2月24号之前 我读到这些 我觉得特别厉害 超猛的超棒的超厉害的 但是在2022年的10月 今天是10日啊 我再看到这个就觉得特别喜感 说什么呢 这个阿拉团坦克 可以通过各种卫星定位系统 数据链系统 及时的获得战场的信息感 我们知道那个一般的坦克你这个上面是开着有各种各样的光苗孔 阿玛塔这些光苗孔设计的非常的小 它是靠这种光电感应数据链传输 包括这种信息的这种获知 听起来特别的好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难道不是靠着你的这种俄罗斯的这种我们说数据链的传输 包括你的无线网络 包括你的这种卫星通信吗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坐着虎视装甲车不是被抓了吗 它的步话机还是淘宝的那种呢 对不对 俄罗斯的苏34的飞行员 它用的还是好像是台湾产的GPS导航仪呢 那既然这样你怎么能指望阿玛塔 他就对吧 对吧 所以说在2月24日之前这个坦克可以说是天上地下 独一无二 对不对 但是在2月24号之后 这个东西好像并不一定能够起作用了呢 对不对 这就有点像算了 这不重要 但是还有一点体系化作战的问题 那有点讹粉会说了 说你看啊 这个我们把二十人阿玛塔全都推上情形 一定能取得革命性的后果 这个乌克兰区区二十人海马斯 这不就把俄国人搅着天翻地覆吗 对不对 如有海马斯 我有上将阿玛塔 逮海马斯取你头来 我们注意啊 海马斯他厉害 不是他自己厉害 是整个的体系化作战 您这整个的情报 美国和北约共享的 对不对 您这个火箭弹打中机之后 GPS制造的 对不对 你这些东西 你觉得阿玛塔是有的吗 对不对 你如果海马斯没有GPS 你如果海马斯没有情报支撑的话 你你这东西 你打出来的东西跟烧火锅有什么区别 所以你这个阿玛塔没有任何的体系化作战这样的思想 而且你的信息获知能力 我们现在看来好像也并不那么好 所以对于这些坦克到战场上 什么表现呢 那么我觉得好一点的可能是这个样子 如果不好的话 那就再一次载人航天 不不不 这不重要 因为他的炮塔里面没有人 那就脱帽致敬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你看历史上 日本二战时候有一艘航空母舰 叫信农号 这艘航空母舰是武藏号战列舰和大河号战列舰的姊妹舰 一艘战列舰七万吨级改成了航空母舰 那得多厉害啊 对不对 那当然信农号的故事啊 很有故事 我再挖一个坑 但是信农号号称不臣之舰 守航沉没 就在他从横须客向武岗转移的过程当中 由于护航的驱逐舰 雪峰 好吧 有雪峰啊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雪峰冰峰朴峰 这三艘驱逐舰的信息感知能力 我们知道日本驱逐舰的这种信息感知能力 那个是我就不想说什么了 所以说信农号的这个编队神不知鬼不觉的被美国潜艇射水渝号发现 四颗鱼雷送入海底 看到了没有 你说信农号的火力强不强 OK 你就算他理论上他能搭载日本的裂缝战斗机 他能搭载日本的什么流星改 子电改 好吧 他甚至能搭载阵电 他的防御 堪比武藏对不对 机动性也不差对不对 但是你的信息获知能力一塌糊涂 体系化作战一塌糊涂 所以信农不成之间 守航沉默 你再比如说 这个我记得 呃 当年啊 这个苏俄的这个米格29战斗机也被吹的能跟F16一较高下 那为什么南联盟的米格29被F16交作人呢 那火力不差呀 那防防御好吧 战斗机内防御也都是一碗水端瓶 你激动也不差呀 四国战机激动难道差吗 但你不就是信息获知能力一塌糊涂 体系化作战能力一塌糊涂 等于说美国飞行员是开着全途 而你是全途黑吗 所以是这个样 所以阿玛塔上了战场之后的前景 其实我并不觉得他能够成为俄国人 幽转战局的神器 这20辆阿玛塔和这20辆有信息获知能力 体系化作战能力 加持的海马斯 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说到底呀 你俄国的体系去哪了 对不对 不是被焦合板大元帅给贪污了吗 所以你这个阿玛塔过来 它能有什么用啊 行 今儿咱们就聊这么多 跟大家随便聊聊 拜拜